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们移民英国生活资讯 今天呢 就帮个网友过来看一看 装修他新屋买的 又是隔山买牛 我们等下进去才说 之前跟他收了楼的了 今天是特意过来看一看有什么搞的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 开丁堡他开车大概20分钟 车厅就二百多千英镑 二百多万港币的楼 是什么质素呢 有个可围 这些地毯一看就很旧了 一看就很旧了 磨了 已经死实实了 变了色 所以要换的了 好了 我们关门 收音就可能更好 这间屋 我先说一下 这间屋的业主都很敢死的 他真的没有找人看过楼 其实我们就倾向说 就算是隔山买牛 最好找一些网友帮忙 录一段视频 跟一段视频 但他胆粗糙很厉害 看了Home Report 就直接 找了律师 就直接经律师 立即搞定了 接着就去搞了 直到收楼 如果我们帮他收楼拍片 他都未知这间屋的情况 只是看照片 这个就夸张了些少 如果大家是隔山买牛 最好就找人看一看 我们都说网友收你50磅 近银地附近的就可以了 这个地毯又是全部要换 我说一说 那个长生 长生 这些全部未必适合你的风格 即是他们这些旧的 花纹等等 其实我们倾向 我们是很实质的 如果没有必要的 就不要弄了 如果长子不甩 不披口 就要游 就这样游上去 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个业主 他老公都是做装修的 我们就说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就不会说 样样都up到 这里又去弄 那里又去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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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 家里的理理 可以做不做就不要做了 是吧 我们反而是这样 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做 即是再退一步 你要做的就自己做 所以这些长子 我们就建议那个业主 既然他老公做装修师傅 过来自己又有 你喜欢铲底 也好 什么都自己弄 好吗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 跟他换了地毯 让他可以来到 立即到处 拿着背包 就放在那里 然后整个 气垫床都可以睡得到 整个萤幕 我们在香港也试过 还没装修完 整个萤幕在家里露营都这样 最主要是我们先搞地毯 其他这些东西 他自己搞 这些其实都实际正式 不过他这些长子都比较滑 好 他这块呢 这块是纯粹板来的 这块 他就说 迟些 等他老公进来之后 他就立即可以 可能 可能是 他打算打开了 那是 打开了也挺好用的 是啊 这里是一个饭厅 如果打开了它 可以进来看看厨房 如果打开了它 比较旧风格 那 就真的整个萤幕 是的 这个教授 整个萤幕就真的很好 嗯 真的很棒 是啊 这个很大 这里就出来 待会再出去欣赏 嗯 这个呢 这支电器就应该换了 不过它把它放进来 不是 所以我跟他提过 他可以只是换面板 因为这些是標 чет 加上手抽 如果他不喜歡的話 換面板和換手抽 總之他 因為櫃裏面不是那種 很熔熔爛爛的那種 這些是什麼呢? 我會覺得形容是一種很實質的 好像我們香港的一些舊樓 實而不華 是的 實而不華那些 即是80年 70、80年 因為如果真的開了 其實這個我們就要換了 因為真的受不了這種隔油的 即是 這些呢 他老公來到就自己搞了它 因為它又是沒有通風槽的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通風槽 這些上面一定有個洞 到時候如果整整個廚房的時候 再想一下 是的 自己慢慢一邊住一邊搞的 這個 不用理會了 就是它會鋪牆的 其實室內就是不需要用到實木門的 即是 是的 遮遮遮的 那好吧 我們繼續看 你鋪的地板都是一路延伸下去的 是不是師兄 所以就這些都會換上地板的 而且這些都是一些壩東西來的 這些都是 當然都是 是 那就 外面花園 沒有東西搞 所以我們上面參觀一下它這間單位 你會見到其實它這間屋子都挺大的 大的原因是它本身是標準的 就是一個客廳跟著飯廳 但是它這裏是加建了出去的 是的 延伸了出去 延伸了出去的 這個是全部延伸了出去的 延伸又加到一個廁所 是很大的廁所 很實證 很實證 你看 很實證 所以以前的裝修 看到它們 香港是這樣的 外國其實它一路以來 用的料都是比較漂亮的 好了 我們上去看 這些延伸的址 讓她老公過來自己弄 看也好 這塊東西 講一講這塊東西 這個是給一些 老人家或者雙殘舍 這樣可以用 坐上去按鍵 滴滴滴滴上去鏡 它要拆掉它 但是會保留 就放在一個延伸房裡 然後就換回正常的地毯 這樣 我們走上去 又是了 上來我們順便參觀 廁所 我們不搞的了 因為很實證 它的廁所是瓷磚 即是 你沒有東西挑的 你只能夠說它舊 就算是舊的 又不是爛 又不是舊 即是風格比較舊 是的 又不是很骯髒 其實你這個 遲些她老公來 換了一個板 換回新色一點 那就已經是 又不是很骯髒 你看這個 河華的地方 老人家都用得很乾淨 是的 都很麒麗 是的 最多你用洗一下它 這樣就這樣 很好用 好 那這裡有個小房 小房也有這個衣櫃位 通常都是這樣 換了地毯 就是這樣 這些人不拆的 不搞的 去到其時 這些架這樣 是吧 都不用怎麼搞的 都實實的 我們就是這樣的 我們不喜歡說 什麼都要搞 什麼都要弄 就是可以用 這個電製挺有趣的 整個 舊式的 是這樣的 整個這樣的位置 是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 是這間房 好 那這裡有個 新正的 它的煙瓦 煙瓦 都挺新正的 嗯 挺好 還有做Service的 好像 嗯 這樣吧 這裡有個書房 看看書房 看看書房 書房 都挺大張桌子 這裡因為它有個樓梯位 所以它就有一個銀隱 在這裡 銀樓 它弄了這個位置 來做書房 一定 真的做書房 是吧 其實它這個單人房都可以 單人房 如果是香港 絕對 哦 大過 就是我們這間東西 都大過單人房 好 接著 這是主人房 這間房 唯一一個美中不足 就是沒有一個套廁 這是現在的主人房 主人房 它印也是圍圍圍 KING SIZE DOUBLE 也好 什麼都好 都可以幾、三天落床 衣櫃也有在這裡 一個位置 其實就是 其實這間房 這間房子 就是二手房 你不用太害怕的 只要換了地板 油過層油 那是愛丁堡的狀態 就是你要說回 愛丁堡 以上 或者二百千左右 如果市中 百多萬港幣 都有點難 之前都看過 那些都不說了 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 可以說一下區份 可以說一下區份 這個單位 距離市中心 駕車 都是20分鐘左右 20分鐘左右 這個地區 大家會說 就二百多千 二百多萬港幣 這個尺寸大概 每一層好像大概四五百尺 差不多 還沒算延伸 所以就 實實正正 實而不華 再丟封劍油人 我們一路走一路 再看看花園 封劍油人的 你說只做了地毯 自己油油 這就是有限數 已經住得好幾好 這些頂子 全部有幾十隻 我們出去看看花園 所以 尤其蘇格蘭買樓 我再重申 蘇格蘭買樓 是不需要經過 A進中介的 所以你們隔山買牛 如果再找網友 幫忙看看 你們看的話 其實都 挺暢順的 整件事 這裡 有個 士多房 哇這個士多房 挺大 我沒有帶鑰匙來 沒有帶鑰匙 對不起 因為沒有想過 是很大的 你猜這裡是嗎 不對 不是這個 那這裡呢 這裡的士多房 很綺麗的 很乾淨的 你看外牆已經知道了 今天沒有帶鑰匙 就沒有進去看 頂上 這裡的花園 都撿得挺綺麗的 都撿得挺綺麗的 有時候這樣鋪了 它本來的花園很大 是的 本來的花園是很大的 因為你直接掃到一塊東西出來 它這樣鋪了 有個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經常剪草 就是整天要打你 你已經鋪成這樣的話 你就放些伴栽在這裡 放些伴栽在這裡 只是這個花園 如果要重新撿的話 那裡是給小鳥的 都是一大塊錢的 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你要找 找人做這個花園 鋪這些地板、磚 只是買材料都不靚的 還有一棵很漂亮的茶花 現在開始開花了 很漂亮 這是什麼? 茶花 茶花? 這個 開花了 很漂亮的茶花 看到嗎? 大圓頭的 粉紅色 還有一樣東西 這棵也是漂亮的 這個屋主買得不錯 你上來拍攝 在這個 是別人的車 車 別人的屋裏面 就是 爬不到進來 我們很久以前 拍過條件跟大家說 你選一棵 你的後花園 最好就是被別人的後花園圍住 你就安全了 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住得安心 花園 一直被圍住 是不是? 嗯 這樣 唯獨這裡 就是別人的停車位 但是都叫做圍住 人家那裏 就是要進去他那裏 他那裏首先 有個安全 是不是? 這樣 所以都挺安心住得 這間屋 挺好的 這個網友 膽粗粗的 但是我不建議其他網友這麼大 到處 不過他真的 買得挺好的 什麼為之好呢? 就是我去評論好與不好呢? 就是給我自己買到那一層樓 我住得開不開心? 我自己會安不安心去住? 這樣的標準是涵量的 這間屋的尺寸 這間屋的尺寸 還有外面的裝修 各樣的 涵化多少錢 再收拾 全能輕重這樣比呢? 我覺得性價比也挺高的 兩百多千 這裏大概今天這樣介紹了 那就恭喜業主、賣家 我們會幫他主要搞地址 其他的網友 或者如果你有興趣 過來蘇格蘭買樓的話 你記住 只要需要找個網友幫你看樓 我要補充一件事 他只是代替你的眼睛 有些網友會說 我要找個專業的 我也不知道怎樣專業 就是等於我們自己去看樓 或者你過來 你自己親身去看樓 你都不是專業的 但是他最重要是 幫你看樓的人拍得好一點 細心 細心一點拍一下 窗台位 天花 有沒有水印 地下 有沒有空 或是資源此類的 那些長生 有沒有煤 有沒有什麼 看到有問題的地方 要有個投資欲去探索 不是說這裡好像漏水 當是自己買房子 幫人看樓的人以為 當是自己買房子 最主要他就是代替你的眼睛 那麼就拍了給你看 其實大概你看了就可以找受信譽的律師 你覺得信任得過的律師 就可以搞定其他東西 就像這個網友一樣 好啦 我們 他三個星期成交 所以有些人說 為何南邊做這麼久 其實我覺得跟律師樓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蘇格蘭是有這樣的好處 就是快靈正就是 如果你又是 cash buy 即是不用過 一些預訂卡 又搞 mortgage 只是一些文件 也有 在過往都說過 是業主本來的owner 是提供的那部 所以有很多東西 都已經快了很多 然後大家談好價錢 就可以了 那就做文件了 三个月大人 这个也很快 业主还未过来 让业主过来 自己有什么收拾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有些收拾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们《移民英国生活资讯》 在过去半年 藉着YouTube和Facebook群 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移民资讯 而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在构建自己的香港城网页 这个香港城网页已经正式成立 兼且对外开放 我们的网站在这里 这个香港城网页里面 充满着大量的移民资讯 兼且也有各项的专业专行资讯 而除此之外 我们更加希望能够凝聚 每一个移居海外的香港人 借着互为互利 创建一个良好的经济生态圈 尤其是现在 各国因为疫情的原因 经济受到打击 失业率高期 我相信 这个良好的经济生态圈 能够成为科目里面的金路 每一个移居的港人 我们都能够借着我们各行各业的专业提供服务 不单止这样 甚至乎能够借着在香港城里面 我们能够发挥我们所长 创建我们的事业 所以在这里 我们欢迎每一个移居的香港人 加入我们成为会员 希望我们能够携手 发挥香港人精神 创建属于我们的香港 亦都回馈社会 香港城 欢迎你 请大家点赞召唤 这里 efforts 请面赞召唤 请idy %,拒之